蘇梅叫的是粉絲也按讚 追蹤優質好文 溫馨 感人 立志 會 管家 社團 閱讀 立志 小品 www.facebook.com groups heart.tw20 完全不受別人影響的人 並不是強大的表現 反而是另一種封閉 生命的內核是脆弱的 是經不起推敲的 就像知能丹像思考一樣 這是在用自己未視的姿態拒絕 讓自己的生命向更美好的狀態趨靜 二十一 人之所以煩惱 在於記憶 人之所以放棄 在於選擇 人之所以寬容 在於理解 人之所以為人 在於感情 人之所以充實 在於過程 人之所以成功 在於勤奮 人之所以幸福 在於知足 二二 我們總有千萬個借口去遠方 遠方就得了你嗎? 這個時代 旅行的意義被過於誇大 跟心上緣有摩擦了 跟上司有矛盾了 最後 大家都被起碑包繪入旅途 在生活一環糟的情況下 旅行是為了緩一緩 回去重新處理爛攤子 二十三人最大的魅力 是有一顆陽光的心態 輕無所求 便不受萬象牽絆 輕無牽絆 作也從容 行也從容 不生優雅 一個優雅的人 才是魅力十足的人 容貌難天成 浮華在身外 心滿是陽光 才是永恆的美 二十四人在身處逆境時 適應環境的能力時在驚人 人可以忍受不幸 也可以戰勝不幸 因為人有著驚人的權利 殺死 死 死 感谢观看